他们是一帮高智商的诈骗团队 此时他们开着家常的Rikkin 要去监狱接自己的队友老白 而监狱里的老白走进一个房间 女狱长开始宣读老白的假释结果 而假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则是大山和呆哥 因为小黑已经提前下套给两人骗了 所以假释结果老白指定是通过了 虽然假释的评定需要三个人表决 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 就能成功通过假释 至于监狱长 因为他太难说话不好骗 所以小黑他们只骗了大山和呆哥 而之前小帅给呆哥的那封信 里面的指示 就是要他通过老白的假释 而之前小美给大山的那封信 上面写的正是老白的名字 这样一来 大山以为老白就是整容后的大壮 所以为了获得金子的下落 大山会力保老白假释 接着老白便啪啪的从监狱里走了出来 此时在外面等候的大山却叫住了老白 上车吧大壮 等老白上车之后大山说 哎呀不得不说呀 你这小勇等得相当哇塞啊 现在就带我去你埋金子的地方吧 于是老白把大山带到一个地方 大山一看顿时蒙了 这里竟是一所监狱 老白说 当年我也是蒙了 我出狱之后发现埋金子的地方建了所监狱啊 这可咋整啊 哎呦我的天 心得没捞倒自己倒贴500万 接下来大伙开始为老白庆祝 在谈到他们骗了大山和呆哥时 老白却说 其实你们不用这么费劲 因为局面一直在我的掌控之中 几个人顿时就傻眼了 啥意思啊 啥意思 啥意思 啥意思啊 原来老白在监狱里已经成功骗过了狱长 其初老白在监狱里开设赌局 狱长发现后便找老白谈话 谈话时老白观察到狱长是一个严重的猫奴 对小喵咪完全没有抵抗力 于是老白把赢的钱装进信封里 故意让狱长找到了藏匿的钱 然而当狱长看到信封山的地址 是要捐给喵咪基金会 这顿时让狱长对老白刮目相看 接着老白讲了一个关于流浪喵的故事 这更是把狱长感动得一塌糊涂 所以最终老白是以三票通过了假释 小黑寻思都没寻思到啊 老白竟然搞定了最难搞的监狱长啊 看来啊 这江爱死老的辣 醋爱死沉的酸的 哈哈哈哈